Hello 又到生童感受的灵性篇的时候 同样都是 如果接受不了不同的宗教主题 以及会牵涉鬼神、神话的话 就不要听了 听回其余的那些 我们今首会讲的就是 其实灵性觉醒是怎么回事 还有你怎么知道自己开始觉醒呢 是不是我不断的看到一一一一 还有我是不是去喝那次死藤水 或者说我试过那次大麻 有些幻象出现 或者说我突然间好像有一个 deja vu 就是似曾相识的感觉的画面出现 就是突然我开始玩水晶 我开始接触塔罗牌 就叫做灵性觉醒 首先一个就是 灵性觉醒是全然地不浪漫的 是充满痛苦的 it's not romantic 我想讲的就是 spiritual awakening 我先讲英文先 isn't cheap it causes ego hatred desire solitude and some really hard life lessons 就是说 你的灵性觉醒得来不易 他的代价是你的自尊 仇恨 欲望 孤独 以及人生里面一些很难熬 很难过的关 并不是 大家 我们去给钱 我们去一转巴黎 一个retreat 或者是 我们去亚马逊森林里面 或者我拍张照 我在打坐 这样 握着个纵缝 因为我纵缝去那边 并不是这样的 ok 就是 你会是 反反复复 经过很多的 无数的夜晚 开始怀疑人生 ok 或者甚至怀疑了几十年 就是你会发觉 你什么都是不对的 为什么人家有你没有 为什么自己 试过所有的事都不合理 为什么我是一个好人 我做好事 我全善念 跟着说好的话 但是 我会被人这样误会 执我吃死猫 诬裂我 冤枉我 灵性的成长是这样的 因为灵性的成长 必定要经历痛苦 天将各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勞其筋骨 恶其体肤 好像还有磨其心智 类似 ok 你一定会经历过很多 而当中有一个部分 必定不能省却的 就是一个内观的过程 你可以走去喝 27次死头水 每次都有幻象 你可以试过 地球上所有的plant medicine 就是会令到你产生幻象 而你会得到啟示的 ceremony 你的意识 你可以打坐 你可以参加 women's circle 你可以做很多东西 以为自己是灵性觉醒 你甚至可以学很多东西 你可以学灵摆疗法 我将来会教的 你可以去做瑜伽 你也可以埋伐 UREDALINI 你也可以学水晶 学很多东西 甚至连结不同的女神力量 连结不同的圣火 紫色火焰 大天使 我們未來也會提供這些題目的 但是 如果你不耐觀 你不看自己的生命課題是什麼 你不進入自己的內容去療傷的話 你不能夠成為一個真正的療癒者 我10月10日去台灣做家牌的時候 那個老師自己本身就是充滿 充滿issues 他裡面還有很多的糾結 很多的東西他還沒清 但是因為他讀了家牌 他甚至在德國在凱寧格那裡 拿了一個文憑回來 但是 我們那三天是不斷有人被他抓住針對 然後他看到有些個案很複雜 他會避開 不想處理 他看到一個同學仔 漂亮的女兒 他就會說 我的同學比你還好 我的學生中醫來的 比你還好很多 你就知道其實 你要做一個療癒者 你自己本身裡面的清清楚楚 洗得乾乾淨淨 你才能夠吸引一些 真是能夠被你幫到的人買來 不是出於你的自尊 自我想救人 歡迎留言給我們有些什麼想聽的 想知道什麼內容的 儘管說 我們會盡力安排 多謝大家 我依然想會避充